提起中国的有钱人 所有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对钱不感兴趣的马云 先挣一个亿的王健林 以及家里最穷还有12个庸人的李嘉诚 但在一次记者会议上 一个名叫林源的男人 却十分狂妄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我比马云还有钱 家里的司机保姆都身家过亿 林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笑容 语气也是十分轻松 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林源的这句话一出来 所有人都对他感到十分好奇 他是不是真的比马云还有钱 他有什么资本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8000块创造股市神话1989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26岁的林源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辞去了自己医生的工作回到家里 问母亲借了8000块钱 准备在股市大展拳脚 当时林源的父母得知 儿子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后 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他们好不容易才给林源找到了这个铁饭碗 怎么能够说不干就不干 但林源是王八吃乘夺 铁了心的要从医院辞职 不管父母怎么劝说 他都不肯再回到医院 在林源看来 医院的工作虽然稳定 但却十分无聊 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林源从小脑子就十分灵活 经常干一些倒卖的小生意 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小学的时候 林源总是喜欢到附近的 饰品工厂的垃圾箱里 找一些不合格的残次品 洗干净之后带到学校 然后提高价钱 卖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靠着倒卖这些小食品 童年的林源总是不缺零花钱 这可让和他一样的同龄人羡慕坏了 纷纷学着他倒卖小食品 最后还是老师制止了这种行为 还把林源的父母叫到学校来 好一顿批评教育 等回到家后 父母给林源来了一顿男女混合双打 并警告他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 不要干那些不着条的事情 在林源父母看来 做买卖都是不着条的事情 还不如医生这个铁饭碗稳定 于是林源被父母逼着学医 之后又在医院整整工作了四个年头 这四年对于林源来说十分难熬 他的志愿不是悬壶救人 而是想要赚大钱 思来想去 林源还是决定辞掉医院的工作 开始自己一个人做生意 于是他向朋友借了几千块钱 准备大战拳脚赚大钱 在当时几千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林源揣着这笔钱一直在思考选择投资方向 恰巧这时深圳债券交易所成立了 林源的朋友便劝说他可以用这笔钱进军股票市场 但当时林源对股票市场并不了解 再加上证券股票市场才刚刚在中国兴起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如何 因此林源不敢轻易尝试 但朋友却告诉林源 高风险才会有高收益 买股票只要你选得好 肯定就能够发大财 朋友的话让林源有些心动 于是在第二天他便来到交易所 准备看看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等到第二天早上林源来到交易所时 发现里面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 大厅正中间挂着一个大黑板 分别写着股票的名称和价格 黑板白字 林源看得头脑发晕 完全不知道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股票一头雾水的林源 决定找个懂股票的人好好问问 可当时股票市场刚刚发展起来 懂股票的人也不多 林源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更多关于股票的事情 最后林源干脆选了一个自己看着比较顺眼的股票名称 将自己口袋里的几千块钱全都投了进去 把钱全都投进去之后 林源开始幻想着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之后 第一件事要干什么 可还没等他想好要干什么 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耳光 林源买的股票在几天之后 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他投进去的几千块钱赔了金光 一分钱都没他留下 得知这个消息后 林源气得直跺脚 怨自己当时怎么能把钱全都投了进去 第一次买股票就出师不利 对林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睡不着觉 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那几千块钱 不仅如此 林源家的亲戚得知这件事后 明里暗里都在嘲笑他 好好的医生不当 非要去玩什么股票 这些嘲笑声让林源的父母有些抬不起头 也让林源感到十分烦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之后 林源决定不争馒头争口气 当初在股票市场跌倒 那就在股票市场重新站起来 要让那些嘲笑自己的人 好好看看自己的本事 于是林源向母亲软磨硬泡 要来了八千块钱 再次进军股票市场 只不过这次林源学聪明了 他买了一大堆关于股票的书学习 并且每天都早早俩到交易所观察其中的规律 为了弄清这些商上市公司的业绩 林源还特意跑到人家公司进行调研 当时深圳最火的股票当属深发展莫属 股价高达88元 于是林源用88.45元的价格买入了深发展 巧的是林源在买入深发展不久后 赶上了深发展拆股 一股拆戏为32股 每股的面值从88块钱变成2.75块钱 后来在短时间内又涨到了140多块钱一股 看到这中间如此大的差价 林源决定将手里的这些全都给卖出去 说干就干 林源开始骑着自己的自行车 穿梭在各个营业部之间 几个月下来 林源就从中赚了12万块钱 比他当初投进去的8000块钱翻了好几倍 这12万块钱是林源赚到的第一桶金 同时也让他感觉到 炒股是一个来钱快的行业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茅台大股东有了第一桶资金后 林源看到了原始股巨大的获利前景 于是他用这笔钱先后将原野 锦兴和深化新等公司的股票买入 当时这几家公司都是不怎么起眼的小公司 不少人根本就看不上 林源的朋友看到他花这么多钱 买这些公司的原始股时 纷纷劝他好好考虑一下 万一到时候又赔得一分不胜该怎么办 对此林源却丝毫不在意 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甚至还劝朋友一块买入 健壮朋友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任由林源自己一个人瞎搞 就当所有人准备看林源笑话的时候 原野锦兴和深化新等股票上市之后 价格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让林源赚得盆满钵满 原本那些准备看他笑话的人 被狠狠打脸 到了1992年的时候 林源的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万元 然而在一年之后 林源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 将自己手里的股票全都卖掉 退出股市将资金全都投在了西安的房地产项目上 不少人都不理解林源的决定 股票未来发展的形势一片大好 怎么就想不开非要退出呢 不久后 中国股票市场进入了第一波熊市 不少股民的钱都被套牢 赔得血本无归 有的人也因此倾家荡产 一夜之间从富翁变成了乞丐 而当时跟着林源一块 将手里的股票卖掉的股民 则是安然无恙 继续享受着自己的稳定生活 这时人们在知道林源当初所做的决定 有多么的明智 而在此期间 林源则是修建了一些仓库 继续发展自己的房地产业 三年之后 林源通过敏锐的嗅觉 闻到了股票市场重新发展的味道 于是 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 变现了1000万资产 准备重新回到股票市场 1996年的年初 林源开始陆续买入深发展 随后 当他看到深发展的价格 渐渐达到每股12块钱的时候 他开始放心的大量购入 紧接着 当价格达到每股40块钱左右的时候 林源又开始套现 赚取了3000多万的资金 一年之后 林源又将目光放在了四川长虹公司上 当时的长虹 算得上是中国电视行业的龙头老大 林源以平均25块钱一股的价格买入 又以每股均价60块钱卖出 为了林源赚取了4000多万的利润 到了2000年 林源又十分敏锐地嗅到了 股票市场即将崩盘的味道 他在发现了这一情况后 立刻策划并实施了自己的大逃亡计划 从这滩泥水当中全身而退 这一年的股票市场 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当中 有的一路高歌猛进 涨得了前所未有的价格 而有的则是一路跌倒了谷底 两次死里逃生 让不少看到了林源对股票市场的了解 如果说第一次只是巧合的话 第二次总不可能依旧是幸运之神的光顾 这让不少股民都称林源是中国的巴菲特 对于这样的称号 林源一点都不喜欢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满意 每次有人用中国巴菲特来称呼他时 他总是一脸的不高兴 在林源看来 巴菲特不过是一个外国人 自己从来没有都没有关注他 这或许是因为林源的傲气 不允许他成为别人的影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 林源对股票市场的确是非常了解 到了2004年 林源又带着一亿的资金 重新出现在股票市场当中 买下了五粮液和云南白药等众多公司的股票 在这些公司当中 林源对贵州茅台情有独钟 将自己手里的大部分资金 全都用来购买茅台 成为了茅台最大的股东 成为了茅台的大股东后 林源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茅台集团的内部会议上 在一次股东大会上 林源当中所有人的面说道 当初茅台最困难的时候 我帮着买酒 现在发展好了 我想要买瓶茅台酒 还得低三下气的求着人家给我一瓶 此话一出 会议上的公司高官们的脸色 全都变得铁青 他们很清楚林源说这句话的意思 但林源的这句话 却获得了不少普通酒客的赞赏 茅台集团明明仓库里有酒 但就是不卖 每天限量出售 原本七八百就能买到的酒 价格却一下子被炒到了几千块 甚至上万 让不少人都望而却步 我比马云还有钱痛批了茅台集团的高官们一顿后 林源再次语出惊人 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 来了许多媒体记者 当他们说起马云的时候 林源十分狂妄地说道 我比马云还有钱 不仅如此 林源还表示给自己开车的司机 每年都能赚到两亿 保姆最少能够拿到八亿 林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表情和语气十分轻松 仿佛就像是在说一件趣事一样 1992年 林源靠着深发展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时 马云还在为自己的翻译社四处拉人投资 还要找人帮自己工作 跟马云的经历比起来 林源发家致富的道路 却是顺风顺水 所以他才能够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除了对马云放狠话之外 林源对自己的客服也是丝毫不客气 2021年 股票市场的行情有些不好 林源的公司在去年投资了200多只产品 其中有一半都出现了亏损情况 不少投资人的钱都血本无归 林源得知这件事后 并没有出面安慰他们的情绪 而是十分不客气地说道 我可不会安慰他们 更不可能向他们道歉 亏钱是他们活该 向这些穷人道歉 那是决定不可能的事情 林源公司的投资人 在听到他的话后 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林源的鼻子说道 以后你想要投资就找其他人去 别来找我这个穷人 尽管在事后 林源表示自己说这句话的本意 是想让他们跟着自己好好干 但不少投资人都因这句话感到心寒 纷纷选择离他而去 如今的林源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并且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 他还表示自己最近经常喜欢睡觉 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赚钱 更多是待在家里跟妻子一块溜弯 但未来的事情谁又会知道 林源将来会不会创造出新的神话 也是一个未知数 移民进行县 明不owner